日本海自护卫舰的女性舰长环球网军事12月12日报道,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2月10日报道称,援引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称,日本未了解决自卫队人员不足的问题,海上自卫队决定录用女性人员担任潜艇艇员。 报道称,海上自卫队的其他一线部队都有女性队员,而由于潜艇被捕空间狭小,护卫人也思难度要大等原因,海上自卫队潜艇员至今仍仅限男性。 海上自卫队准备从2019才年起,对相应的三艘潜艇逐一进行改装,在艇内设置女性专区,以保护女性艇员的隐私,并计划从2023才年起正式让女性艇员上岗, 预计每艘潜艇配置的女性艇员被6人,运占所有艇员人数的议程。 由于少子老龄化日益严重,日本自卫队目前面临严峻的人手不足的问题,被认为动摇了日本国防基础,为了解决兵员问题。 防卫省已于今年10月将自卫官后补生的录取年龄从26岁上调到32岁,并上调官兵的退休年龄,延长服役时间。 朝日新闻12月6日报道称,市院参军的青年人数难以满足部队需求,海上自卫队尤其成为人手不足的重灾区,漂泊海外且无法上网,让日本年轻人对海上自卫队尽而远之。 为此,从今年5月开始,海上自卫队允许舰上官兵用私人手机将邮件发到军舰的服务器,然后,再定期向外部发送邮件。 AD Survey at POS-7000531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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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